一年左右,美国印了10万亿美元,约64万亿人民币,美国现在通胀太严重了。 现在美国境内的通胀到了什么程度? 美国5月份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5%,远超过美联储所容忍的2%的警戒线,创下了13年来的新高。 在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时候,CIP指数才只有3.94%,在30年内,美国的CPI普遍位置在2%左右。 即便是伊拉克战争期间,美国的CPI也才只有3%,疫情夺命,通胀抢钱。 美国超市各种商品的物价,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价格在飙升。 根据美国记者的调查,目前美国各大超市的日常生活物质,从食品到二手车,汽油到木材都在集体涨价。 对比一年前,培根价格上涨了19%,面包上涨了7%,橙质上涨了9%, 咖啡和香蕉上涨了2%,而汽油价格上涨了56%。 另外一位美国网友的统计,飞机票涨了9.6%,油价涨了11%,电器涨了15%, 二手车涨了21%,玉米涨了44%,牛肉涨了100%,韭菜涨了130%. 过去一年,美国房价涨了19%,价格中位数达到了31.92万美元,是198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所有这些大涨价都集中在短短的一到两个月之内。 从疫情爆发以后,就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,美国所进行的财政刺激措施规模大约有10万亿美元,折合人民币64万亿左右。 什么概念? 这些钱相当于两个日本、三个英国的GDP,远远超过中国几十年的外储。 别的国家辛辛苦苦赚了几年,甚至几十年的收入。 美国可以轻轻松冲地就直接印出来。 由于疫情期间,很多行业和领域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生产规模。 部分领域的商品和零配件出现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。 与此同时,这些天量的钱进入市场,美元作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,进入各种领域, 最终将会导致全球商品价格的上涨,最终注水全球。 而不仅仅是美国境内的物价上涨。 在疫情的打击下,本来工作机会就大活塑水, 还要老百姓跑赢通胀,令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是雪上加霜了。 对此,你认为美国现在的做法会对全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? 下方请留言,欢迎关注我。 了解泰国的同时,也看看热闹的世界。